这些年来我们都逞犯了错 华语流行乐坛的歌神张学友 会为七年推出国语新专辑 先前曝光的两首单曲 在网路音乐平台和各大冠军榜 创出好成绩 张学友最近跟亲自飞来台湾发片 现场演唱新歌 以充满感情的浑厚嗓音 宣告歌神回来了 走到许一条车 爱是一场误会 总是一种社会 张学友对新专辑的要求很高 像说有唱片公司奥远 不惜砸正本 从编曲配乐到录音 都找全球顶尖的音乐人才和设备 花了钱足够做两张专辑 花了钱可以问环球拿吗对不对 然后原来这张 你早在好几年前签了 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预算 他说我已经赴你了 我就赴我了吗 早就赴你了 对 真的我的妈呀 早知道做神一点 今年刚好是张学友出道三十年 两岸三地许多艺人 特别录制短片为张学友加持 在三十年前我跟你一起 就是比赛 然后进逐那个最佳新人奖 没想到一家演已经三十年了 冲心地祝贺三十周天的大作里面 能够卖个满坛红 每一首歌都要凉三日 然后每一首歌都能够晶晶点点 这段祝福短片搜集了三十位艺人的祝福 张学友看了既开心又感动 尤其导演吴宇森和徐克等前辈集的人物 也来相挺 让他格外感动 也证明了张学友在演艺圈的超级好人员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王一文特别报导